环境污染 除了天然灾害之外,环境污染也日渐危害我们的生存环境。 以空气来说,人类活动造成了二氧化碳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臭氧、悬浮微粒等。 而主要来源就是汽机车和工厂排放的废弃。 另外,焚烧林地与废弃物也让空气污染日益严重。 由于空气对人体健康有不良的影响,行政院环保署利用空气污染指标PSI,让一般民众了解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。 目前,台湾有72个空气品质监测站,协助进行空气品质的预报。 目前,政府制定了空气污染防治法,以及一些宣导措施,像是打公共运输系统,检举不当排放废弃行为等,还给地球一个清新的空气,也给自己呼吸好空气的权利。 当空气污染转化成酸性物质后,便会造成雨水酸化。 酸雨对生物影响很大,例如树木生长减缓,阻碍鱼类利用水中溶氧,甚至导致死亡。 此外,酸雨也会加快建筑物雕像的腐蚀速率。 除了酸雨和空气污染,水污染也是相当严重的,造成水污染的来源十分广泛,如工业废水、畜木业废水、生活污水等。 台湾制造业相当密集,工厂的污水若不经过处理,直接排入河川、海洋或渗入地下,可能造成重金属、有毒物等不同形式的污染。 畜木业的废水主要是来自养猪场,污水中包含大量的排泄物,流入河水除了造成卫生问题,降低河水中的溶氧量,更会破坏自然生态。 台湾地区人口稠密,生活污水若是直接排到河水中,也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。 另外,像是农业施肥,喷洒农药,会导致水库和溪流优氧化,就是水中含有过量的营养盐类,导致藻类大量繁殖。 死亡的藻类被微生物分解时耗去水中的溶氧,水质恶化,鱼类也无法生存。 要减少水污染,除废水减量与兴建污水处理场外,大家要实际执行节约用水,迁徙河川流域附近的禽畜养殖场, 禁止集水区不当的开发,不可任意掩埋或抛弃废物,使得你我有更好的生活环境。 凡是令人觉得不舒服或是超过法规短制标准的声音,都成为噪音。 这里许多不同的声音,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各有多少分贝。 这是放鞭炮的声音,它的分贝是100。 这是防盗器的声音,它的分贝是80。 这是洗衣机的声音,它的分贝是50。 这是飞机起飞的声音,它的分贝是120。 这是池中滴滴答答的声音,它的分贝是10。 这是同学喧哗的声音,它的分贝是70。 噪音的干扰因人而异,但一般来说,通常50分贝以上会干扰学习。 而长期处于70分贝以上的环境,会让人烦躁不安,神经紧张,造成血压升高,胃溃疡等症状,甚至是天力受损。 为了维护你我的身心健康,降低噪音不快,除了政府的管制机场外,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。 如养成良好的习惯,选用低噪音机器,加装隔音设备,让大家都有更优质的生活品质。